这是总统夫人周美清 她硬邀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稻棋队的主场开球 成为稻棋史上第一位硬邀开球的第一夫人 稻棋队不但以最高规格来接待周美清 还请来同样来自台湾投手郭红志担任捕手 而周美清的大女儿马维中也特别用相机 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 丢出历史性的这一球 周美清登板大联盟投手球 接球的捕手可是咱们的小小郭 周美清在洛杉矶盟稻棋队主场开球 破天荒成为大联盟第一个开球的第一夫人 仔细瞧瞧周美清为了这趟可特别settle过 身上穿的是稻棋队的球衣 手上拿的是绣有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手套 而现场的博报员也特别以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第一夫人向美国球迷 介绍周美清 我们的高层听说夫人非常喜欢看棒球 所以就决定说邀请他来这里开球 那我们也很高兴夫人愿意来这边开球 高齐队以第一夫人规格迎接周美清 给足了面子 甚至还派出层层警戒为安 而周美清的大女儿马维中也陪在一旁 要帮妈妈留下最美的纪念 只是就在周美清面前 连两场没失分的郭洪志 在第七局上场中继 面对三个人次 只投了0.1局就丢了两分 显然远道而来的周美清 没把好运气带给郭洪志 一电视综合报道